今天早上一起床 翻开了手机的时候 这个吴亦凡的事情就刷屏了 吴亦凡的这个事情呢 之前曾经聊过 因为一个叫都美竹的女性呢 曾经是叫实名举报 举报她 结果引来的是警方的一个说明 这个说明说的是 抓了一个骗子 抓了一个骗子 这个骗子参与到 东美竹跟吴亦凡的冲突当中来 中间一人分饰三绝 包括受害的女性 包括律师 包括什么公司的人 总之呢 就是看样子这个事呢 被平息下去了 因为一个捣乱鬼 一个捣乱的人 但是很多人其实不信这个邪的 就觉得吴亦凡这个人啊 一生的毛病 一生的毛病怎么可能没问题呢 是吧 所以今天这个事情真的叫大快人心 警方这样处理才能够获得 这个普通老百姓的支持 否则的话 大家都觉得 哎呀 这个就是有钱的人啊 他搞得定 是吧 现在人民日报也说了 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国籍 不管你有多大的名气 不管你有多少的钱 是吧 犯法了 就要被抓 所以现在很多种说法 说他应该是数罪并罚 可能还不止强奸罪这么一桩 因为强奸很有可能 一个是侵害了这个未成年人 一个是下药 那不管怎么说 吴亦凡穿着囚服的这个形象啊 也还是蛮励志的啊 起码警告所有的 现在的流量小鲜肉们 这个生活不是你们想象的 这个成天十多二十个保镖在身边 就以为很牛了 是吧 其实啊 到警察上来的时候 保镖一百个也不能用 是吧 所以这也是对娱乐圈的一个警告 现在越有名啊 越要注意 洁身自好 所以刘德华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表率 这一次出道四十周年的庆典活动 人家非常细心就特别把这个刷礼物这个功能 给屏蔽掉了啊 这就是啊 他能够四十年以利不倒的原因 尽管有那么多的女粉丝哭着喊着的要送上门去 是吧 那你要作为这样的艺人的话 你就不能干这样的事啊 吴亦凡应该说是一个顶牛的啊 这么一个案例 也希望中国娱乐圈啊 为流量仕途 为这些小鲜肉小鲜花 仕途的这样的一个啊 状态能够根本的扭转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